各位同學大家好 這部短片主要是跟大家介紹如何在課程地圖系統中 來編輯代選清單 讓這些代選清單的課程可以幫助你選課的進行 我會以志工系的一位碩士班的學生為例子 來做這個操作的示範 首先請同學點選你所屬的系所 選擇適當的學制 可以看到所要開的一些課程 那麼在編輯購物車的之前請同學要先做這個登入的動作 在右上角有個選課規劃 點選之後 有些說明請同學務必要仔細的閱讀 其中的重點是 看你是被分配到哪一天做選課 在當天的中午12點之前一定要完成代選清單內容的變更 因為資料必須從這個系統再送到選課系統 所以12點之前同學一定要完成 而為了避免到時候大量擁設 同學盡量提早完成 接下來呢 我就以這個研究生做一個範例 登入之後呢 看的是修課記錄 請同學直接先切換到代選清單 目前這位同學代選清單是空的 那如果要把課程加到購物車裡面 請到系所開課這個地方 那麼張老師的課我想修 加到購物車那個符號會變 這個課我也想修 那二年級的呢 說是論文 還有專題研討 那叫到購物車之後 同學可以從右上角這邊去看你目前的內容 那這四課因為都是自己系上開的課 所以除了名額之外 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那接下來呢 我要特別做一個選擇外系的這個課程的示範 所以我會把它切換到首頁設計學院 空間設計學系的大三 那像這邊它有些選課的限制 那麼我就以3114這課為例子 加入代選清單 那這邊要跟同學講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就是說課程地圖讓同學將課程放到購物車裡面 但是它並不會去檢查 你是不是有符合選課的一些條件的限制 這些條件的檢查會在選課系統做 所以同學你在這邊放入購物車之後 不代表你一定就有資格可以選 那這個環境空間行為呢 根據這邊它是限制建築組的同學才能修 所以我這邊外系的應該是不能修的 好 那麼等一下我們看選課的畫面 再來看看選課系統會怎麼樣來判別這個科目 所以代選清單的編輯的展示 就到這邊到一個段落 登出之後就可以準備等一下的選課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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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 是